喜欢养花的人基本都养过吊蓝 因为吊蓝生命力繁殖力都很强 而且是很好的净化空气的性价比高的主 花几块钱买一盆呢 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牵插一堆的吊蓝盆栽 所以它有空气卫士的美称 吊蓝不是蓝花 它只是叶长得像蓝花的叶 它是天门东科吊蓝属草本 它的花亭呢 可以长得很长 垂掉下来 所以又叫垂盆草 花和叶芽同生 叶芽下面呢又可以长出气生根 带气生根的叶芽呢 可以分株繁殖 非常容易成活 养了太久的吊蓝啊 必须要脱盆重新栽种小苗 或者减去大部分的素根 要不然呢 根系会充满整个盆 就很难长得旺盛了 你们看这两盆叶片 带银色边的角银边吊蓝 这一盆呢 是室内生长的阳光不足 非常的柔嫩 室外生长的这盆呢 冬天也快抽停开花了 它开的花呢 是这种白色的 果实呢 是这种三棱状的硕果 里面的种子 也可以播种繁殖 天门东客 很多都带有膨大的素根 拔开这一盆呢 下面也是晶莹剔透的 像小萝卜一样的素根 其实是为了储存水分和养料的 包糖采 今天我先洗净 先尝一下啊 你们看一根根的像果冻一样 我尝一口啊 口感很清淡 有点类似 没太熟的人参果的味道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